大家好,我是珍妮 今天我们来做广东人爱科的生滚牛肉粥 粤语中生滚就是现煮的意思 我用的是香米,做出来的粥又滑又香 也有人用圆米,这就要看大家的喜好了 200毫升的香米 加入清水,放进冰箱,隔夜浸泡 泡过一夜的米,能节省煮的时间 在45分钟之内就能煮好 而且煮出来的粥更加远绵 如果您比较着急,也可以不泡 煮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第二天,把米洗干净,滤去水分 加进盐和油,这样包出来的粥会更香 搅拌均匀,腌20分钟 这是我从华人超市买来的富足 加进富足包的白粥,不但嫩滑可口,而且还营养健康 我用的是铸铁锅 我用的是铸铁锅,它的密封性比较好 加进2500毫升的水 水和米的比例是1比12到15 取决于你想包出的稀稠度 水开之后倒进米 复煮 大火煮5分钟 在盖上盖子之前最好搅拌一下 改为小火煮40分钟 当你看到米已经起刮 那就是煮好了 盖上盖子,关火,再焗10分钟 切一些牛肉 第一步早准纹路 逆纹切成薄片 加进盐 小许的鸡精粉 白胡椒粉 生抽 淀粉 搅拌一下 最后加进花生油 切点生菜丝 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大家快看 这远绵的亮白粥 取一部分来做牛肉粥 有了这个白粥底 可以做其他肉类或者海鲜类的粥 开中火 把牛肉分散着放 比较容易熟 加进一点盐 白胡椒粉 搅拌一下 当你看到牛肉还有一点红色 没有完全熟的时候 就可以加进生菜 葱花 香菜 芝麻油 香喷喷 热腾腾的粥就做好了 广东人 爱磕粥是出了名的 早晨来一碗粥 清理肠胃 中午 没有食欲的时候 再来一碗粥 磕完神清气爽 晚上 宵夜的时候 又来一碗 最好配上 四油黄炒面 然后回家美美的睡一觉 下一期我们一起来做四油黄炒面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